但是呢 待會可能會很吵 所以你們可能會聽不太一些 而且在路上不能停下來 所以我們就直接待會 待會再看看會長怎樣嗎 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New day New life 好做做 好 各位 今天天氣算是有一點陰陰 然後 可能會下雨 看了一下香港的天氣呢 有可能會下雨 所以呢 呵呵呵 我真的到哪裡都會下雨 我傻眼 好啦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去香港 今天還會去搭直升機 啊 好期待啊 你搭過直升機嗎 我沒有好不好 我人生都還沒搭過直升機 這個體驗呢 我覺得可能 在台灣目前好像沒有機會 可以體驗到 所以呢 就這次剛好來到澳門 就想說去香港一趟 北海大廣的 就在旅遊 MING PAO TORONTO 嗨 各位我現在來到了這個半島酒店 應該是頂樓沒錯 然後呢 這邊 哇 直升機就近在我眼前 給大家看一下從30樓 半島酒店30樓拍下去 哇 這個應該不是隨便有機會可以拍到的東西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要上去搭我們要搭的直升機 但是呢 待會可能會很吵 所以你們可能會聽不太一點 而且在路上不能停下來 所以我們就直接待會 待會再看看會長怎樣嗎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後會有那個做遊樂設施的感覺 真的超級酷的天吼 如果大家呢有是在其他地方體驗過這樣子的這個 呃...直升機體驗的話呢 歡迎留言在底下跟我們分享 就是因為其實這種體驗我相信 呃...雖然台灣沒有 但是在國外可能有蠻多地方有的 那每個地方他們搭的直升機可能都不一樣 然後他們看到的景象也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推薦的任何 可以搭直升機體驗的地點的話呢 都歡迎留言在底下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之後在未來呢想要去體驗一下這種行程的時候呢 有一個可以參考的依據啦 我們坐下回來 魂